很明顯的啦 應該這樣講 那因為我後來的狀況是因為 跟對方會有固定帶孩子的時間 變成是 欸 我可以有自己一個人的時間 對不對 所以我本來就很喜歡露營活動嘛 欸 我覺得有時候 突然間驚覺到自己一個人露營也不錯 或會自己安排跟朋友的聚會 對 其實有時候 你會瞬間覺得 不用覺得時時刻刻孩子都綁在身邊的時候 欸 有時候稍微放鬆一下 你可以睡到飽 你可以跟朋友 比如說去看電影啊什麼 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嗯 等一下 錄影就有了 不好意思 視頻 喔喔 對 沒有在用杯算的 你們現在 欸 幾點了 還在喝杯杯 所以其實我覺得多了自己的時間是 我覺得反而是讓你比較有充電 跟放鬆 然後 欸 再重新照顧孩子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應對上來講 比較不容易發火 沒錯 真的真的 但是剛開始的時候我也會放不下 剛開始的時候 我會覺得一直 糾結 對 一直執著在覺得 小孩不能離開我們身邊 小孩 有沒有吃好 有沒有睡好 有沒有穿暖 但是後來就開始從 好好好 放回去一天 就是放回去前夫這樣 一天 兩天 好 然後覺得好像習慣了 覺得 好像蠻好的 真的 覺得其實好上三天 也OK 你是從那時候都養成酗酒的習慣嗎 沒有啊 就是從開始慢慢慢慢 你會發現像你有講的 就是開始有自己的步調 然後有自己 欸 怎麼可能做媽媽 有開始週休二日 對 的那種感覺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是真的差最大的 好怕這樣聊完 聊完這一集之後 大家都覺得 哇塞 但是媽媽好好玩 我好怕往那邊去 所以我很少玩這種話題 你知道嗎 因為我是覺得 但是還是很辛苦的 是 只是呢 今天是代表反方的朋友 只是啊 因為就是一樣嘛 因為我們這時候先分區的時候 我就是找娘家附近的房子 然後後來就搬回了娘家 然後你就 重新的可以在家裡面 當一個很放肆的女兒 真的 對 然後只要幹嘛就 吧 幹嘛幹嘛 媽 然後就真的就是 自己的時間可以很多 然後他們又會 幫你cover很多事情 是不是 然後女兒現在 是睡在我小時候的房間 哦 對 她承襲了我的房間 用了我的衣櫃 好可愛 所以我就覺得 這一方面讓我來 那我也覺得 像我們又變成是 另類的三代同堂 對 對 可是是我在媽媽家的 而且你現在吃年夜飯 跟爸爸媽媽吃 還可以領押睡前 對我現在 不利大離婚好不好 這就壞掉了 壞掉了 壞掉了 不要推崇這件事情 我們還是有很不錯的 他已經 昨天簽了 對我昨天剛剛不是有說 對 我先簽了 妳聽完之後 妳決定了 下定決定 對啊 所以妳現在住回 而且爸爸媽媽 有時候也可以幫妳 顧一下小孩 對 而且現在如果是說 像連假 或像我們每年過年 小孩都會是去 回爺爺奶奶家 因為他不在台北 那我們就是 因為我們沒有什麼固定 誰去 135 你家 我家 沒有 我們就是看誰有空 或是我要 我要出國 以前要出國 或是想要出遊 或我有事 我們就會協調 然後反而是現在 就是我女兒 如果離開我們家太久 我爸媽就會說 什麼時候回來 蛤 這麼久 連我們家阿姨都說 蛤 Baby怎麼去那麼久 我就想說 就是 就是我已經是說 家裡有個小孩 就像有個寵物一樣 他已經是一個 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一個角色 是 必須存在 對